大家好,何大米講這些,3月28日,今天星期六,大家輕鬆一點 過去一個星期一點都不輕鬆,那五日驚濤海浪 全世界目擊一個金融市場上未見過的風險 我們今天來講一下量化寬鬆 首先講一些好消息,今早起床美國瓦培藥廠 即是贊助六大馬拉松的瓦培藥廠 發明了一部機器可以在五分鐘之內篩選到COVID-19這個病毒出來 對於全世界篩選非常有用 幸好星期一講了一段,因為投資市場上不要說一個星期 一天都嚴長,23日,厲害了 聽都沒聽過,量化寬鬆是可以無限量的 沒有上限的量化寬鬆 首先講一下什麼叫量化寬鬆 跟一般的金融政策有什麼分別呢 原來聯儲局可以用他的錢 現金去買回市場上流通的所有政府債券 記住聯儲局和政府是兩個帳目 政府發債是為了金融市的使用 然後債券就留在平民手上 商業銀行,投資市場 包括保險公司 買了債券之後就等收息 等到期 到期收回本金 每倍年收息 這些是投資者來的 買了之後 當然有債券就沒有現金 但是我怕你們等錢花 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這個所謂量化寬鬆 聯儲局印錢出來 它的印錢是增加了貨幣供應 是不是代表增加了財富呢 這是第一件事要解釋清楚 印銀子買債券並沒有增加財富 並沒有增加財富 增加了貨幣流通量 譬如說你買了一層樓 當然你有現金 我舉個例子有一千萬現金 我很好撕的 一千萬有時間撕的 但我就去買一層樓 一千萬放在一層樓上 一毫子的收入都沒有 因為我自己住 我就叫做cash poor 即現金貧窮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千萬全部拿到 放在一層樓上 這個時候聯儲局就來了 兩條路你走 第一你按給我 按給我就是等於 例如你去商業民堂做一個叫做貼演 貼演的過程 即是家案 要給利息 但是聯儲局是很好的人 現在就不收息 還要送叉燒飯 零息的 好正的 怕你不肯 你頭算不夠 千萬不要收 不要炒人 你貼給我 你貼給我 我息都不收 你拿著用著 這個就是貼演槍功能 第二就是 其實我有十層樓 我十層樓住一層 另外九層樓 丟空了 來養蟑螂 基本上 怎麼辦呢 沒問題 現在市場就不太好 不如不要賣給其他人 你賣給我吧 你不賣到我也想買 其實QE就是把聯儲局印的錢出來 去市場買 他主動去買 主動去買對方手上的政府債券 他直接敲門找你 你有九層樓賣給我 我出個價錢給你 我不想買 不想都要賣 我出高一點 這句很重要 他不斷的競價 令到他能夠出貨 出了現金出去 買了你的樓回去聯儲局 等於買了債券 拿了你的債券 第一件事 他就是把價格提高 原本我一千萬的樓 我打算一千萬 我打算賺錢 沒問題 你想賺多少 一千零五萬好不好 一千零一十萬 記住 在會計上 其實我拿著一千萬的樓 都是資產 或者我買了樓之後 拿著一千萬的現金 對我的財富 是沒有增加的 當然他炒高了 我有賺少少錢 但不是說我多了一千零五萬的財富 只不過是我用那層樓去交換了 資產負債表上面 我的資產負債表上面 減一層樓加回現金 是這樣的 而聯儲局雖然他拿了現金出來 好像印銀戰那樣 拿去買了這塊錢 但他同一時間 那塊錢 換了一個資產回來 那個資產 也都仍然會每半年收到那個 的債息 到期的時候 美國政府也一樣要還錢給聯儲局 在這個層面上 是沒有分別的 基本上 浪法風中就是這樣 他買東西 印銀子 但是聯儲局 是不是真的 完全沒有成本印出來 令到世界多了錢 這個世界多了銀子 而不是多了財富 當然這個無限量 以前2008年 2009年的時候 就說二萬億很誇張 無限量 即是二百萬億都可以 世上沒有那麼多東西給你買 聯儲局要買所有美債 都是22萬億 所以結果除了買美債 即是國債之外 他還要買商業債券 投資級的商業債券 以至要買公司股票 在股票市場上買 導致他的無限量的錢 如果他需要的話 他就要投資在資本市場上 這個也是 08年一直到19年 股市不斷上升 創新高的主要原因 因為錢實在太多 這個叫做地毯式轟炸 金融上的地毯式轟炸 這種量化寬鬆 什麼都買 很醜 令到資產價格 無差別地上升 特別是債券 債券的分類 他只是信貸級數 例如一個州出的10年債券 跟另一個州出的10年債券 理論上是沒有分別的 跟股票有些不同 購買股票應該都會 不奇怪 如果有些公司 就快死了 他去買股票 那就有問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可能會變成津貼 一個股票本身的價值 是市場決定的 如果那間公司快死了 除非你很有 決心 覺得你買了那間公司股票之後 能夠幫到這間公司手 好像波音一樣 一次過升四成 一日之內 當然跌了很多之後 才升四成 那你就買這間公司的股票 差不多等於國有化 國有化 買了他的股票 然後幫他重振洪峰 然後就買出去 那就會賺到錢 保證你要賣出去才行 因為你永遠拿著股票也沒有辦法 這個量化寬鬆 就是一部份 另外一部份 就是財政的寬鬆 財政政策 是剛剛星期五 應該是剛剛才通過 二萬億的紓困措施 紓困措施就不同量化寬鬆 量化寬鬆就是資產負債表上 沒有製造新財富 但是你說紓困措施 那兩萬億就不同了 兩萬億可以給任何人的 包括給失業者 大家看到這個圖好像沒什麼 你真的要拿放低的看清楚 我工作的時候二十多萬 首次申請失業 每個星期公佈的 二十多萬 二十多三十萬 危險一點就四十萬 那這裡你看看那個圖 三百萬 一次過增加三百萬 你指令我關門 我指令當然是要 不出糧 不出糧自然就要解僱人 老闆自己也沒什麼 當然要解僱人 解僱人就好 一起排隊 一起排隊 拿失業救濟金 現在很方便 拿救濟金那邊 拿救濟金拿多久呢 不知道 總之 政府給你 你就拿 拿到疫情結束 那就算了 那部分 算不算 二萬億 的紓困措施 裡面 我不知道 不過二萬億的紓困措施 應該是會直接給企業的 這樣的情況 這二萬億 就真的會增加財富 但這個情況 不是說 令你發達 變得更加發達 而是你快要睡街 快要倒閉 令你沒那麼容易睡街 沒那麼容易倒閉 所以這個是 另一回事 但老實說 你不夠 勾他又 情何以堪呢 因為這件事 是政府規定 你要封城 封這個封那樣 你封了別人的舖 你又不賠錢給別人 別人就在裡面勾 會刮傷 整個兩整 真是民怨四喜 你不用選總統 剛才說的流通性增加之後 假以時日 因為錢多了 他會四處走 對資本市場 特別是股票 美國股票 是會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所以 你沒得商量了 過幾年之後 股票升到上天 債券會跌 如果你是買 我們那些分紅保單 龜元紅利的保證價值 就應該 很低 很低 不會特別高 因為那個 利益主要來自 債券 債券市場 沒有利息回報 那個固定的收入 自然是低 但是非固定收入 那個 不保性收入 可能會高 因為錢多了那麼多 所以 如果大家覺得 買 分紅保單 就買高注足的 那些 最失敗的量化寬鬆 當然就是 日本那個 日本的量化寬鬆 日本這樣內預稿 日本的央行 把利息目調到零 大家都知道 三日圓 根本是有少息 日本鈺셔 相隔了 二十年來 差不多 最近才會 或者 приб ordin 日本的利息 仍然接近零 以一個措施來說 雖然日本沒有死 亦 transcends �무� Ew Mira 不是因為他的量化寬鬆 導致他回生 只不過是無差別地審銀紙 無差別地不死 好的企業當然不死 不好的企業也不死 霸佔著生產資源 什麼叫好的政策 什麼叫好的量化寬鬆 我告訴你這個世界 什麼叫最好的量化寬鬆 香港就最好了 想不到 1998年金融大鱷索羅斯 走來香港救救鎮 索羅斯當年企圖追擊港元 令港元快死 然後就在期貨市場 恆生指數期貨獲利 這條叫也不錯 到最終港元不是脫勾 對他來說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只要他在恆生指數期貨獲利 他就馬上得益 這條叫也不錯 當年 巧王許氏仁 跟天才兒童曾蔭權 還有任志剛 三個就想了一條絕世好巧 去追擊這個索羅斯 索羅斯追擊港元 你就追擊索羅斯 那怎樣呢 就夾色 夾色令到色高到不得了 二百幾三百里 雖然是一刻鐘 但是二百幾三百里 就嚇到他死了 因為他借港元去沽的成本 就高到不得了 其二就是 真的兩塊寬鬆 拿財政主備 去股票市場掃貨 掃高期指 令到他期指也沒有得獲利 兩邊夾擊之下 索羅斯就認輸走人 當年少帝做過一間股票行 有份夾擊股票 老闆無緣無故 晚上走進來 就說今天跌了多少 717多點 好像很開心 然後第二天就做事了 第二天一上班就做事了 挺有趣的 當年因為 夾息夾到 銀行同業拆息超過二百里 那個借港元去沽 索羅米爾金這條數 就算不正 其二就是因為 買了很多的香港股票 令到恆生指數夾了上去 一聲升上去之後 恆子獲利這條角也做不到 所以索羅斯就明金收兵 這個香港版的量化寬鬆 是我見到之中最成功 因為它是有很明確的目標 是在一個有策略的情況下 去做一件事 解決一個問題 解決一個問題之後 自己都明金收兵 但是後遺症就是什麼呢 就是拿著股票 我們香港勝在好 財政的儲備很多 都要投資的 但是只不過忽然間 走去買這個香港股票 那怎麼辦呢 事後又是竅王 將這個買了 在香港政府名下的股票 就放在一個基金裡 基金是由State Street去管理的 基金後來叫做Track Up Fund 恆生指數的Track Up Fund 是盈富基金 沽出去給大家市場買 成為香港最出名的ETF 交易所基金 如果你想買恆生指數 我告訴你 最便宜的方法就是買20000 恆富基金 所以我覺得香港這個量化寬鬆 其實是量化寬鬆來的 就是拿些錢出來買東西 交換資產 是最成功的 因為它達到目的 而且達到目的之後 馬上收兵 亦都沒有影響貨幣供應 到最終還多了一件事 叫盈富基金給大家投資 都不錯的事 講完最成功和最失敗的量化寬鬆之後 美國政府做了什麼呢 美國政府過去一個星期 我一直都看不明白發生什麼事 因為一直都沒有和債券市場 或者債務有任何危機 就不像經濟問題 但是它動作之大 是拿著一張關刀到處走 是很恐怖的 它沒有理由拿著一張關刀到處走 除非它想定有敵人 它就拿著一張關刀走來走去 其實這個聯儲局出大招 美國政府出大招 這個其實是像一個 war plan 的一部分 可能去年的advisor 給美國政府的時候 就說如果我們有一天 要和中國和亞洲脫歐的話 將會出現某某某問題 如果人家和你開戰 令到你的物流鏈 資金鏈斷裂 繼而再夾高你的利息 透過沽你的債券 那你就死定了 可能我覺得這個是war plan 的一部分 就是preventive war game 的一部分 所以特朗普3月的時候 忽然間就拿回這個war plan出來 行使這個war plan 的財政部分 就是將息減到零 而且任何人 就算你拿多少 美國國庫債券都好 你不用指望透過沽債券 夾高我的利息 因為我的QE是無限的 我就覺得 這個是他們備戰 其中一個war plan 的一部分 作為我們普通的投資者 或者是買股票 買保險的人 有什麼微言大意呢 我都不知道 我猜猜一下 例如說 例如2008年 2009年那段時間 錢多了 那段時間之後 會發現市場的錢多了 那個牛市會不斷 這次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整個資本市場 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由牛變紅 亦都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由紅變回牛 彈一聲上回去 所以大家就不要太過擔心 那個資本市場 會不會因爲這樣而崩潰 可能今天才是 資本市場最健康的時間 如果我們要投資 可能是股票 未來的十年 會那個回報都不錯 因此 大家就不要搏 我都不想搏 要不就買盈富基金 剛剛說過 第二就是買分紅的保險產品 特別是 你知道分紅保險產品本身 後面有一本寫著投資策略 有些就會投資多些定息 有些會投資多些股票 如果你選擇 投資多些定息那些 結果那個息率不斷向下 你的投資回報可能會差些 如果是我 我就覺得 我就算買分紅保險 我都會買一些 那個 投資股票部分 多少少那種 那就等回自己的投資風險 如果不是 那些錢太多 就變了 債券又沒有什麼利息 放銀行 更加不用說浪費 買多些分紅保險 今天禮拜六 輕輕鬆鬆算數 沒有什麼做 我們明天就做個蘋果批 好嗎 再見 拜拜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多謝